欢迎收看管件新闻 这个礼拜最让大家关注的议题 应该就是普悠玛号的这个翻覆事件 这个事件造成许多人的受伤 也有十多位的这个民众因此而死亡 我们对这样一个不幸的事情的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看到 虽然现在正在这个司法调查当中 但是它其实也曝露了整个台铁 这个包括车辆维修或者是员工劳动条件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报道 旅客摸黑走轨道下车 今年三月台铁在七堵西正线电车线段落 造成双向不通影响一万四千多名旅客 而就在同一周四项号列车在树林站进站时 两节车厢出轨断电抢收到清晨 影响两万多名旅客 事故越来越频繁台铁产公会直言 人力不足车辆老旧 但旅运人次年年成长压缩养护时间 可能养护时间都不够 对像初四那班车 他前一天才跑完潮州那一段来回 对然后他隔天又被调去 就要跑到台东 调月台铁近三年 行车事故 看似事故件数年年下滑 但从事故样态分析 正线出轨案件确实增加 去年只有九件 而攸关行车安全的运转电力设备异常事件 也是逐年增加 公会直指 技术人员出现断层 并非马上可以衔接上 加上车辆老旧 列车无线电都常故障有问题 第一线司机员承受很大压力 却难保行车安全 前交流部长叶框时表示 台铁的问题盘根错节 叶框时分析台铁不止人力问题 还有制度面也需要全盘改善 应该加强与人工沟通对话 不能在意外发生后只检讨人 而不是制度 否则油管行车安全的意外事件恐怕将持续发生 记者需要请用台报道 在这个报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能力的不足 所以在车辆的养护的时间 其实也是比较短的 那当然也因为能力的不足 我们在看到这个通联的这个记录当中 这个司机员跟这个 这个站台之间的这个联系里面 你会发现 哇 一个司机员居然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 其实过去也访问过台铁工会的这个朋友 也了解到整个台湾的这种所谓国营事业 在整个劳动力的这个所谓的使用上面 事实上是有非常严重的这个超时 并且劳动力这个非常不足的这种情况 但是台铁员台铁本身在能力的这个补充上面 也是非常的缓慢 我们也不断的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其实是属于公共服务业者 他们走上了街头 这些公共服务业者 他们的劳动条件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一旦他们的这个所谓劳动条件有问题 它事实上也代表了 他们的专业服务以及表现呢 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而我们事实上就是使用他专业服务的人 那他的专业服务如果出的状况 事实上会造成可能我们在生命安全上面 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所谓的灾难跟疑虑 所以这我们必须要去关切这样的一个议题 好 接下来是跟这个富士全路公司 这个罢工事件是有关的 整条港的港会完工 他又出来 就被后面穿白色人春秋十一期 曾台湾富士全路港会 电池百港 做这段法罗顶管的总共是六七楼英文 但是到了晚上百港红色山 也是被图化 有新闻在冲突当中 赛上老火 用勒紧的部分或推击 把它推到地上然后踩过去 包括公司的主管 人资的主管 还有保全人员 公司回应 百港南面情绪不好 发生冲突很危险 涉及的尽量变弁 因为这种富士全路集团 年车团出了台湾家围 台湾共产有300万港市的影响 差不多是占台湾主公司的三分之一 为技术经理港庭书到乘户作业园 都当人主席 所以才逃过百港 要求公司成路 台湾方便买做到财园 大部分的员工都待25年以上 像我就是28年左右 大概都是几乎都是家庭的 家中经济支柱 如果像这个裁员的话 经济上还有人生生涯规划 上面一个冲突 故事全路没说真话 故事全路没说真话 这期港会到外交部头前到丁正书 因为港会认为主公司没有设计划 但是如今也接触不到一方一团 因此愿望主席代表贾重令 能到三天 帮助台湾的台湾的劳工 应该是我们政府的一个责任 那我们外交部这边 不知道能不能有一些具体的做法 因为主管机关 我们还是必须要说一下是那个劳动部 那因为涉及到一些法律相关的一些规定 所以我们外交部也会跟那个劳动部这边做一些了解 这样子 华高部接到丁正书 但又表示 从专业劳动部来处理 日商在台主公司百天建立第四天 路主乡合议有关是没进展 记者综合报道 富士全路公司其实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其实也多次的违反这个劳基法 所以这个记录恐怕都需要非常严重的关切 这个相关劳动部门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上面 其实要特别的介入 特别是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一种情况 就是跨国的外资公司 他们其实跟本地的这些所谓的劳工 会发生很多的冲突 不管是过去的韩国的Hydis 或是台湾的富士全路 你会发现这个跨国企业 在这个所谓的劳动的这种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条件上面 他经常会因为他自己的跨国投资 而有一些转变 所以这可能也不单只是一个在所谓的 劳动部要去关切的一些问题 包括外交部 津建会 外交部或是国发会等等的机构 恐怕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更要花一些心力来去关注跟了解 甚至在法规上面怎么样 防止这种所谓的跨国企业 恶意的这个裁员 甚至倒闭的情形发生的话 那本地的员工 他的劳动权应该怎么办 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件事情 好 那另外一个在这个礼拜 也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 就是宗教法的 在立法院审议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案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的报导 宗教基本法策案 宗教基本法策案 宗教团体 宗教团体 联合机行计这会 不然立委 提出宗教基本法策案 原本立法院 内政委员会 礼拜三百姓 但英国政议 后来宣布不必行 但民间团体 也是批评 策案 五次 宗教自由的精神 要道理宗教团体 没有受到感动 我们认为他已经偏离了 原本宪法要保护 宗教自由的本意 他终究是要为了宗教团体 甚至是他是为了 要狐狸宗教团体 宗教团体也支出 策案规定 宗教团体未来处得 土地去建立物 都没有受到相关 土地建立消防 国土计委发展 发明的规定 经过通计 目前规法担用 共有地的宗教建立 有116公平整理 策案通过 效果不堪设计 这是一步即将对 台湾的土地 台湾的环境 进行一个开场 妥度的一步法律 提案这一日立委 红教团 一到一时 内政部党室 国用时 标台跟自己 是反对 内政部也表达 没有急备处理 本时 再重申一件事 我非常反对 宗教团体法 自由是不可以抛弃 但是自由在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 跟公共利益的话 是可以限制的 本策案由立委 王建平 红教训 林大华 马文君提案 有33个 跨当派立委 认署 不过因法 正记得后 不如认署立委 纷纷提效签名 让民进党团 也提出博议 记者理事明主任 上台湾报道 还好这个案子 没有通过 但是这不代表说 这个所谓的宗教团体 就因此就不要受到规范了 相反的 我们可能要去 制定一个 在某种程度上面 你必须要把宗教团体 当作是一般的NGO组织 而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 话外的这种特权 虽然在西方有一句话 大家也很熟悉 叫做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 但是它不是一个完全截然不同 它还是必须跟这个所谓的当地的法令 必须要做有关的 这样一种相关的规范 特别是 如果当它变成以现在的宗教法的 这个草案的内容通过的话 哇 这个宗教团体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 甚至它恐怕有很多造成避税 或是这种所谓的 变成是政治人物非常重要 金库的这一种机构 这恐怕不是全民之府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 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许多年轻松